佔中行動發起人陳建文說 明白陳日君書記擔心學生的安危 但佔中三子同學聯有合作分工 希望與政府對話有成果之後才考慮撤離 基本的運作 在適當時向同學提供意見 有關撤離場地的問題 我們其實大家都覺得 當對談沒有任何成果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會覺得在這個時候 叫同學和市民撤離這個場地是不適切的 我們其實很希望大家盡量留在樹 直到這個對談、對話是得到成果為止的 連結刑